哈喽,大家好,现在疫情真的令大家很惊人,不过现在全民强检,工作已经在准备,很快三月就会进行了 去到这个情况,我们都周围采访的,当然大家都要注意安全,不要增加各方面,尤其是前线人员的麻烦 我们周围采访,或者打电话,各方面了解的情况,香港人真的要对前线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他们都很努力,都很受各种的压力,虽然里面大家都会有些不开心的事情 不过我觉得无论如何都好,对前线人员那些朋友,我们大家要合作 我这样说,不是说纯粹一个宣传,因为我周围走的时候,我发觉其中很多的人,医护人员等等 其实我听到一个很共同的说法,大家挨不住,不要紧要,大家香港人不会输 不过,大家很希望从政府的角度,麻烦你们的政策不要飘忽不定 还有有些政策麻烦你们清晰一点,如果不是,前线人员,我们去了解 他们在安排执行上非常整整有条,只不过突然间一些政策又改变,这样的时候来说他们不知怎么适应 所以现在大家要抗疫为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想有太多的情绪上的冲突 所以第一件事,是感谢前线人员,接着希望官方多点了解他们的心情 很多人跟我提一件事,就是你看看他们在抗疫过程里面,他们什么时候站出来说要什么什么补水 然后他们才会做的,他跟其他一些人士,我也不批评其他 有些来说,是拿了很多那个,或者自然有很多补水,然后他们照执行 但是医抗疫苗或者前线人员很多来说,都是觉得他们是一个责任 所以他们完全没有跟跟计较 所以有些人士就不要骂以前那些,或者离开了香港那些医护人员 因为他们都不想,只不过是说,又被以前的各种形势下,压到他们 令他们保护他们自己本身,还有保护香港的医疗体制 他们都有这样的原意结果,就骂他们,为什么要搞那么多的工业行动等等 那这些来说,就不是现在去说的了 好了,我们看回眼前那个抗疫的行动 那现在老百姓其实两样东西很关心的 第一样东西,大家看到官方一个大的所谓不可取代和压倒一切的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要把现在的疫情控制清零,动态清零 那好,大家都说,如果你的政策是动态清零,大家配合 不过,那个财力,人力物力,大家都会很扔心下去 但是财力,现在来说,基本上是不计资源 总之有多少,或者能够用的,或者总之水喉就开了很多 好了,我们看回一些,其实现在的过程里面有一些是可以提出来 即使你说都是要用的了,你尽量解说 不要让大家一面抗疫的时候,一面的心里面觉得那些钱不知怎样用 好了,现在按香港的财政状况,大概你说可以用的储备等等 九千亿之类,好了,现在大家看到刚刚陈茂波的财政预算案 他说我撥了540亿抗疫基金,540亿,喂,这个不是埋单的数来的,记住 这个是你撥了出来,可能是预计未来一段时候 其中包括了200亿,是做这个全民强检的,好了,那有些传媒呢 他们还聪明,不是我,我都是看他们和他们一起谈的时候 他们就自己算一下,好了,如果你是用200亿去做这个全民强检 那每人做三次,700多万人每人做三次,那就用了200亿 那换句话说,平均每个人是要用2700元来做三次的全民强检 那接着平均算起来就是900元一次,是不是,好了,如果是这样计的话 那因为是用200亿来平均的,那如果是这样呢,和邦间或者现在官方 都鼓励大家自己测试,那些测试剂呢,又便宜又贵 就算他几十元到百多元,如果是这样和900元測一次,那个价钱是不是差很远 为什么会这样用呢,不知道,那官方也有他的解释的,我们去讨论问题的时候 都将各方面的资料放出来,官方解释这200亿的全民强检是包括了隔离设施的预算 包括了隔离设施,即是说检查到有人就将他隔离,但是 百多元和900元一次平均计算是相差很远的,那接着呢 还有没有这200亿里面还有没有包括其他的费用呢,不知道的,是不是 所以再看下去,那些钱用得其所,大家都不会质疑的 比如说现在预算案里面有六十亿是买疫苗,是不是 七十亿是买其他的防御措施,口罩,防护衣,方便前线人员 我想大家如果理解的时候都希望前线人员安全的,是不是 但是现在呢,没有人能够是就这些帐目呢,能够起一个预示 或者是提出怎样去善用,这一点呢,不是等于现在反对官方 你要怎样用,因为权在你手了,是不是 但是你要怎样用得其所呢,那这一点呢,就是大家是很关心的 因为现在大家很关心的就是疫情被你压了下去 那接着呢,疫情之后的经济民生,这些大家都关心的,是不是 现在香港有很多钱,你又流失了,你说因为很多人移民 带了那些钱走,那也都是如果你用起来不得善用的话呢 那些钱是向四方八面,四方八面哦,那就流去 那这一样东西是不是可以预先大家心中有数呢 好了,再看看现在预算案里面呢,大概是预留一千亿 做什么呢,未来基金,那这个未来基金呢,很明显就是北部都汇区 其中一部分,那如果北部都汇区,现在未来基金一千亿 那一千亿是什么概念呢,是全部搞乱了,你搞好基建等等 还是说这个是某一个部分的项目的钱,又不知道哦 跟着呢,现在就明日带预,那个田海的工程可能会提早做了 从良好的愿望去看呢,这个就是,你看现在我们是大有作为 北部发展和深圳结合,那跟着呢,大雨山那里开始又会 哇,你看起来很好哦,不过如果你再算下去,那个钱是花多少呢,不知道 那因为,现在大家都是一个预算,那你这样开支那样开支了,那佔香港能够用的 大概八千、九千亿那个钱,那比例是怎样呢,我很简单 就是看这些,我只是一个方向性的,当然你可以说,我还有收入的,很多税 回来的,但是现在问题就是,好了,即使你有很多水,避着你了,你可以再叫大财团 大家共同,共度时间,你可以叫他再捐这一样等等,但是实际上大家就说,喂,你开完好 但是折楼是更重要的嘛,所以这些来说呢,就只能够是继续观察看这些钱,怎么用了 那当然,官方又说,我都预计了,是以后会激励香港的经济 那现在呢,大家就说,好,都不反对,不过你真是搞好眼前的事先,现在呢,就有四千二百万呢 是撥出来,是想着在未来两年搞第一届的演艺博览会 那演艺博览会呢,如果你说去捐那个气氛等等来说呢,大家不反对的,不过过去的经验呢 那这些钱是落了哪一方面的演艺界,还是很平均,或者大家会很公平地去申请呢 这个不知道了,所以这个是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究竟现在动态清零 大家都说,好,你的政策就是这样,大家即使不理解,或者不是那么信服 那大家都说,好,你既然是这样做,那大家照做吧 你要让人会有一个质疑,你不要说别人一说这个来说,你就破坏这个抗疫气氛等等 越是这样,其实是越会引起情绪上对抗的,我只是从大家,包括官方 你要理解民间现在那种被折磨的感觉,你才会处理这些宽松一点 如果不是你稍微,看完有情绪,你便搏下去来说 只会令到你的工作是事倍而功半的 好了,现在为什么我说这个动态清零,大家都说 你现在一定要做,官方也是这样做 不过,大家就说,这个动态清零 你这个词,本身就是说,不可以绝对清零,你只是动态 如果是这样来说,以后的经济是怎样呢 这个是大家,包括你官方是要事先想的问题 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来说,我们不妨可以看回国内 最近就开了一个会,这个包括很多专家 传染病学或者各方面的专家有参与的 他的会里面说了什么呢?看到一件事了 就是说,如果你说这个动态清零一直继续下去 而外国就不是动态清零,而是与病毒共存已经摆到明了 接着他们就开始放开 如果是这样来说,国内自己本身都知道不行的 所以在最近举行那个会议里面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首席专家不专有 他就透露了一些东西出来,有名有姓的 他透露出来的东西就是说,现在中国这个情况 现在在考虑着新的政策,在研究着 就未必是否实行,或者未必是全部实行 但是在想新的事情,是什么呢? 即是说,既不是现在实行的动态清零 他就暗示会改了,也不是外国那种简单的躺平 所谓简单的躺平,包括说,我什么都不理 我让很多人感染,然后大家慢慢慢慢调节 以病毒共存,吴尊友就说 既不是现在的动态清零,即是暗示会改了 记住,然后又不像外国那样放弃 就会想出中国特色的方法 因为现在没有详细,所以他说他都没有任何讯息 好了,那 讲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就说明一样东西 就是国内他都将会,或者在研究中会变 当然他有一个前提 他前提就是,我有足够多少人打了针 所以我们国民的防疫能力是高的 所以他才会改,香港现在要谷针 他可以这样解释 但是其实这里就预示着一样东西 即使给你动态清零,成功了 你付出这么多代价,拿到动态清零 然后你下一步就是要,不是纯粹动态清零 而是要想如何去恢复经济 而恢复经济的过程里面 同样是要跟外国与病毒共产的政策是接轨的 虽然不是简单等同起来,但是这些其实是否可以预先去想 然后在现在的抗疫过程里面是尽量去做好准备 因为国内自己也看了,因为国内的经济 其实很多是靠外循环,即是贸易进口出口带动 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阻滞了,尤其是国内的中小型企业 已经是很多,你说随着疫情,随着春节过了等等 他们都遇到很大的困难,接着有很多企业倒闭 这个也是不专有,他自己本身在他的文章里面有提的 正因为这样,开始大家就说了,国内的体力问题 而国内最近公布的就业数字有一个很特别的 他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喜欢说动态 所以国内公布就业数字的时候突然间有个名词出出来 叫做动态就业,动态就业,这个字怎么理解呢 过去就是失业,半失业,就业率是多少 现在是一个叫做动态就业,而且国内说两亿人 两亿人,好了,我们就算了,简单不要说太复杂了 十四亿人民,超过十四亿的,十四亿人民里面劳动人口不是十四亿的 老人家,小孩子等等,大概的劳动人口,你计它十亿 包括了各个年龄阶层,十亿,如果十亿的劳动人口里面有两亿是动态就业的话 那就是五分之一的人是靠自己了,动态就业,就是说自由工作者 有工就开,没有工,你很自由你动态的 这个名词没有很详细的解释什么叫做动态就业,但是就国内现在的情况 他都看到失业问题经济下滑,很自然会影响到整体社会环境 如果是这样,就一定会令官方的稳定部署又要多动脑筋了 这些就要特区政府多想,他现在说不会封城,当然因为你一封城 你对外的接触等等,香港也是一个比较相对于国内是比较国际化的 那这些问题呢,你现在就是说我还要清零,不惜公本 你以后真的要逆后的经济情况是怎样呢? 现在早为之计,我们说出来,完全不是说挑毛病,鸡蛋里挑骨头 分散防疫注意力,不是的,因为你这样来说,其实就可以发挥重视重矣的作用 你对前线人员的那些意见多些听一下,是吧? 那都可以令到他们工作的过程里面更加深情舒畅,是吧? 所以我完全赞成现在每日记者会里面,几位医生 大家不要将那个大家互相碰撞的牢骚,就发在前线工作人员身上 就我们去接触的很多前线工作人员非常有礼貌 当然我也不排除有一些他都不知道上面的政策 所以他们执行起来硬起来,有些会碰撞 尤其是也不排除有个别执行的时候有牢骚的 我也不是说将它量化,总之我所指的互相量解,很关键就是高层又要量解基层 制定政策的要量解前线工作人员,这个量解也很重要的,是吧? 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节节目时间再见,拜拜